此题是问你说台湾东部的离岛蓝羽 它还具有特有种珠光荒场凤蝶 你在蓝羽这边看到的植物形态哪些不是 所以你要先了解蓝羽是热带季风林 热带季风林在台湾就是在横川半岛的墾丁绿岛跟蓝羽 而热带季风林等同于热带雨林 所以热带季风林或热带雨林的植物形态长什么样子呢 热带雨林季风林有板根 干生花结成干生果还有残热 板根是为了抵挡过多的水把土壤充斥掉 干生花是这边的龙树或是有一些很大果实像菠萝蜜 它生活在热带雨林或季风林 它的果实太大 它就在树干上开花 直接结果在树干上叫干生花干生果 为了竞争阳光 因为树长很高竞争阳光 有些藤蔓或有些树会缠在别人身上 但它没有阳光可以使用 它就死了 竞争阳光 这些全是热带季风林或热带雨林的现象 只有B不是 地下经分布又广又深 代表什么呢?地上很少 地下好多 不论是根还是葡芙精 地下好多 什么地方?地下的东西还多于地上 就是草原 蒙古草原 非洲的热带莽园 都是草原 地下还多于地上 所以B不是热带季风林或热带雨林 而是草原 所以答案是B 它不是热带季风林或热带雨林的植物形态 第七题还没有问题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